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日港股有些喘定的跡象 但成交很低 今天要講一個題目就是 反彈成交縮,留底資金少 我們怎樣看呢 今日港股曾經上午跌過77點 結果美市就抽上來 最主要原因是上午時都受到外圍日股的影響 日本正在發生什麼事呢 日股今日跌了3.1% 跌幅不小 這個源於上星期都大幅波動 上星期四跌了7.3% 上星期五雖然反彈了百多點 但全日的波幅有千點 上下波幅 今日就再回落 日本受住息口的影響 梁寬元一大輪 市場擔心債息會上升 今天債息也曾經升到一里流上 結果回落一點 去到0.83% 日元也是上升 日元是連續第三個上升 現在應該正在做的是升穿了1.01% 反映就是土色交易有些平倉 日股今日跌了3.1% 拖累港股 早段下跌 後來 好在中國有個數據 都叫做OK 令到港股有些支撐 加上今晚英美又沒事了 所以港股就回穩了一點 我們看看中國今日的數據 就是工業製造的利潤 在一至四月份 達到1.61萬億 同比上升11.4% 但是其實這個增速 就是較一至三月份 回落了0.7個百分點 單計四月份 那個利潤就是有 4366.8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9.3% 這個增幅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即是不夠雙位數 又不算很多 但是在這個環境裏面 都算OK 但是其實就是放緩了一點 所以其實就支持到 中港股市有些回穩 但是又未至於說 真是很厲害 正啊 就這樣買 你看到大市的資金 肯在這個現水平 撈底的資金是非常之少的 只有剛才所說的 四百多億的成交額 四百二十多億的成交額 非常之低 大家不願意現在撈底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東西看不通 美國、日本、甚至中國的情況 現在都是大戶覺得看不通 如果這個看不通的情況 延續下去 恐慌六月份的成交都是低的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所以其實這兩天 那些主題板塊又再熱炒了 很多板塊 其實那些板塊 一向小弟都是喜歡喜歡的 今天都說過科網股 都是傾升的 金山升了18% 這些股份是好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一旦大市如果不對勞的話 恐慌要散水 所以要提醒各位 好 今天的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今天就說過差彈 我們會做一次的 再次工作 第一次工作